现在我们就要来说一下关于强化学习 它的一些最基本的概念了 首先大家来看左边这个图 在左边这个图当中我们看有这样一个机器人 然后这个机器人正在执行一系列的作业的任务 关于这个机器人我要做给他做一系列的定义了 首先咱们第一个定义是叫做智能体 智能体的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对于那个AlphaGo来说 那个棋盘不就是一个智能体吗 因为我们要在棋盘上进行很多个落子吧 或者说对于那个吃豆任务来说 我们玩吃豆游戏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个会吃豆的小家伙 这个小家伙是咱们可以操控的 所以说那个小家伙就是咱们定义的一个智能体 在这个图里呢 这个机器要进行一系列的任务吧 那么它就是咱们操控的目标 它也是一个智能体 智能体就是咱们要操控 或者说要让什么东西进行学习的一个本质了 然后呢第二概念是一个状态 状态的意思就是说 对应于咱们一个智能体 它首先要看到的是周围的一个环境 或者说当前所处的一个状态 比如说对于那个AlphaGo来说 我们AlphaGo是一个棋盘吧 它在棋盘里 当前这个棋盘里边有一些白子 有一些黑子 那么当前这个白子和黑子 落在一些什么样的位置 它的一些分布啊 一些规则 这个就是当前的一个状态 或者说呢 对于吃漏任务来说 我当前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左边有什么样的洞 右边有没有一些鬼 然后周围有没有一些墙 这个就是咱们当前所处的一个状态 然后呢 行为啊 就是说 当前我的一个智能体 然后看清楚自己的一个状态之后 是不是我要进行一个活动啊 或者说要进行下一步的操作啊 比如说AlphaGo里 我们现在棋盘状态已经确定了 然后下一步 它是不是要进行一个落子的操作啊 这个落子的操作 我们管它叫做一个行为 或者说 吃漏里边 我们接下来要往左走 往右走 往上走 还是往下走呢 我们能进行一个移动吧 这样我们也管它叫做一个行为 咱们产生了一个动作 奖励呢 就是说啊 咱们刚才给大家说了 就是明天要不要去打球 然后呢 要去打球 就是打球和学习 咱们最终啊 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吧 对于不同的结果来说呢 我们说这里呢 有一个奖励的值 如果说你学习了 我给你一个奖励 如果说你没学习 我给你一个惩罚 或者说 当咱们进行每一步操作的时候啊 我都有一个指标去衡量一下 你这一步操作 它操作的是对 还是不对呢 咱们有啊 最终的这样一个奖励值 比如说 对于AlphaGo来说 它的最终奖励里 ZG7赢了 我就有一个奖励值 对于吃豆认为来说 我吃了豆了 就有一个奖励值 避开鬼了啊 也有一个奖励值 这个就是咱们要得到的一个奖励 还有呢 一个词叫做一个策略 这个策略意思啊 就是说 首先啊 就是比如说 你在当前的这个环境下 已经看清楚了 现在的一个状态是怎么样的 然后呢 你是不是有一个目标啊 对AlphaGo来说 它的目标 最终我想赢吧 对于吃豆来说 我想把所有的豆都吃了 那么这一块呢 我会先制定一系列的策略 比如说 对于现在这个状态啊 我按照什么样的 一系列的动作的组合 注意点是组合 我按照什么样的一系列啊 先怎么样 后怎么样 再怎么样 按照一系列 什么样的组合 能使得我最终能去赢 或者说 最终呢 我能完成这个任务 最终能够得到最大的一个奖励值 那么这个 我们就管它叫做一个策略 在当前状态下 怎么最终能赢呢 按照一系列 什么样的一个措施去执行呢 这个就是咱们所谓的一个策略 可以说啊 在前后学习当中 我们几个比较核心的知识点 就是这几个智能体 状态 行为 奖励 还有策略 一会儿呢 咱们再讲一些概念啊 讲一些算法的时候 咱们就围绕着这几个基本的知识点 来进行讲解到 那么在咱们完成一个工作啊 对于一个完成的工作来说 就是说 我现在是处于一个状态 然后我有一个最终的目标 我达到了最终的目标 我就可以获得这个奖励 没有达到 我就得不到这个奖励 那现在我该怎么样去完成这样一个事呢 可以说啊 就是说 在咱们强化学习的世界当中啊 跟咱们机器学习稍微有一些不同 对于机器学习来说啊 是不是说 首先我要把数据啊 和特征啊 准备好 然后直接让你学习就可以了 但是呢 在强化学习的过程当中啊 我们是边进行决策 边进行学习的 也就是说 我们这里呢 有是有这样一个流程 先观察 再行动 再观察 比如说 现在呢 我是在咱们有一个状态 然后在这个状态当中啊 我现在其实也并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去走 那么怎么办呢 也没有一些历史的情况 那我现在啊 就把我当前的一次行为 当成是一个数据了 比如说 在当前的一个状态下 我往右走了一下 然后呢 我看一下往右走完之后啊 我的一个状态 和我的一个奖励值 发明发生一个 朝着正确的方向 或者说朝着奖励值升高的一个方向去变化的 我们要先进行一个行动 然后呢 进行一个行动之后啊 我们要通过一种叫做奖励的一个信号 来进行一个衡量 当前我这一步走是对还是不对呢 如果说我这次走的不对 那么下次啊 我再重新回到这个位置 我再走 是不是我就可以走对了呢 对于啊 每一个任务来说 我是有这样一个流程的 先观察 看一下我当前状态是怎么样 然后呢 在当前这个状态当中啊 我选择一个最合适的 不是 可能第一次啊 我选择不到最合适的状态 我先选择一个行动去走 那么可能不太合适呢 第二次再走 第三次再走 第四次再走 每一次走 我都尝试了不同的方向 总会尝试出来一个最合适的 什么样的一个方向 会使得我最终的结果 最终的一个奖励最大吧 那么咱们最终就学到了这样啊 在最终来的时候 在测试的时候 我就学到了 我这一步该怎么样走 会使得我的一个奖励最值最大 那我就去走这样一步 也就是说呢 咱们的一个整体流程啊 是一个先观察 在咱们当前一个状态 然后执行了一个action 执行完一个action之后呢 再观察 再执行 再观察 再执行 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 那么咱们的目标呢 就是说 选择这样一系列的动作啊 这些动作 都是由咱们观察行动 观察行动 组成的这样一个最终的结果值的 那么强调学习呢 对于alpha go来说 我们就要确定一下 每一次咱们该怎么样落子呢 其实啊 在alpha go最开始的时候 刚去练的时候 他知道这步怎么下子吗 他肯定是不知道的 但是呢 他可以通过最终 是不是赢了 来去决定 这个子 我要不要去下 下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会使得我赢的一个概率值 是最大的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游戏来说呢 我要去决定一下 我当前的这个就是一个 它不断弹 然后能把上面东西啊 弹掉的一个游戏 这一会儿呢 我就会决定一下 我该怎么样能够接住这个东西呢 这个球写错了 应该是有一个王字旁的 我给它加上 怎么样能够接住这个球 那是不是我往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去走 对于当前这个状态该怎么走能完成这个游戏 这个也是咱们一个核心的问题啊 那么对于这个状态来说啊 咱们想一想 是不是说对于咱们一个完整的过程来说啊 我有很多很多个状态啊 对于alpha go来说呢 是不是在棋板上每一种棋牌变化都是当前的一个状态啊 所以说啊 对于一个状态 我们可以写成这样一个集合 这个状态呢 它包含了咱们的一个 这个状态啊 其实就是咱们一些经历的一些集合 比如说 我们可以就是这个经历啊 就相当于每一次咱们怎么走 咱们怎么走 每走到一步 达到一个新的状态 又走一步 又达到一个新的状态吧 这些状态就是咱们经验的一个 像是一个经验的一个集合吧 咱们的每个状态里边包含了咱们一个 所有的一个经验值 然后呢 在咱们走的过程当中啊 其实就是说 对于每一个状态 我都是有很多个action可以走 然后呢 就是选择了不同的action之后啊 我可以达到一个不同的state 其实呢 就是像这样一个流程式的 首先一个agent 一个智能体 然后呢 执行了一次操作之后 达到了这样一个环境 达到了一个新的环境 在新的环境当中 我可以去看一下 当前奖励怎么样 然后再继续走 再继续走 不断的一个重复的过程 这样呢 咱们就完成了一个 不断迭代优化计算的过程 然后在这里啊 就是有一些奖励啊 行动啊 状态啊 其实呢 对于这样一个任务来说啊 这样有一个小车 我们对于这个小车来说啊 我们的一个目标 就是让这个杆 不会倾斜 所以说 我们的奖励啊 就明确制定了一下 你的小杆 咱们现在有一个行动吧 咱们的行动 只有两种选择 要么是往左走 要么是往右走 往左走完 往右走完之后 我会算它的一个状态 它的一个状态呢 就是杆的一个角度和一个速度 我可以通过杆的一个角度和速度 来计算一下 当前这个杆 它是倾斜的 还是不倾斜的 如果说它是不倾斜的 我说它是1 如果说它是倾斜的 我说它是0 那么最终啊 咱们是不是有个奖励 是等于1的 我也是希望能够拿到这个奖励1吧 所以说我在行动的时候 我就要去判断一下 我当前这个行动完之后啊 达到的一个状态 它的一个角度和速度 对应着杆的一个 对应杆的一个情况 我就可以得出来了 我这个小车 我应该是往左走 还是往右走 那么这个啊 就是咱们一个强化学义当中啊 比较核心的 一些基础的一些概念了啊 咱们有一个状态体啊 咱们有智能体 然后呢 它有个状态 有个行动 还有奖励 还有呢 一系列的决策过程 这样就组成了咱们一个强化学习当中啊 一些最基本的概念了